哈喽 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12点20分 我们来看看这个更定 更定之前有谷有问过 我也有分析过 在23号的时候呢 我就说哎 暂时不要动它 等它公布这个QR后再看 公布QR公布了之后呢 又有人问 在27号之后呢 我就说 它跌破了这个指示线啊 那时指示线是4.3 比较弱势就是这个啦 跌破了 呃 就不要轻易的进场 它的这个支撑呢 就是4.18也就是这个 筹码主力线的这个回式线 今天早上啊 跌破了 跌破了啊 跌破了这个指示线 我之前有讲过说 如果它有能力在 跌破了这个回式线啊 如果它有能力在回式线 4.18左右 弹上去 啊 这个是要买的讯号 现在它是直接跌破 没有弹上去 这样等下会不会收盘之前 出现一个破底翻 不知道 它更早之前的这个什么呢 呃 底部呢是3.93的game 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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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是在 呃 去年11月左右吧 更早之前呢 才曾经到这个2块去的啊 这边的2块去的啊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是在2020年11月 现在呢 老实讲呢 它的趋势是非常 难看的 一直往下掉 不知道什么事情 它会往下掉 我觉得很多是群细关系 可能有人担心这个六周旋局吧 对它有影响 但是我不认为 六周旋局会对这个云顶更定有影响 可能对更定有影响 但是对到更定的话 我觉得影响并不是很大的啊 文如何 市场群细是 往下的 这个时候 不要借倒 就看一下今天收盘价的时候 它有没有能力涨上去这个 呃 这些 也就是4.18 如果它有能力这边弹上去 只跌了 然后明天再弹上去啊 这个时候 我觉得就可以进场了啦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如果你有其他意见的话 就给comment给我知道下 当然记得要订阅我的这个频道 我要做这个视频也是不容易啊 要花很多时间的 谢谢大家